为了阻挡美猪开放进口 猪农才刚北上立法院抗议 但现在又有立委踢爆 猪农可能不只要面临外患 还有内忧 他拿出资料表示 102年宋宴的三款口蹄疫疫苗 可能都濒临失效边缘 没有保护力 猪军里猪农来回巡视 确保自己产出的猪汁新鲜健康 国人肉类产品当中 对猪肉的消费量最大 每人一年食用量将近39公斤 立委却踢爆 农委会102年宋宴的口蹄疫疫苗 检验结果几乎要失效 那万一在今年口蹄疫发生 或者是甚至明年口蹄疫发生爆发 那这个我们国内应该怎么因应 立委指出 4月国内现行两大疫苗 欧台湾最多46万剂占比过半 Ocampus G438万剂也有45% 但是以牛原病毒生产 阿根廷制造这个Ocampus 它基本上当时在研究的时候 是以牛的病毒下去做研究的 所以这个部分在猪里面 是不是适合 疫苗有不有效 主要看抗体立架 也就是R1值 0.3以下将没有保护力 0.3到1有保护效果 R1值1以上才能完全保护 看到这个目前的三种疫苗里面 有两种是0.32 是拼临失效 另外一种是不具有保护效果 0.25了 所以这种疫苗 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猪肢 免受口蹄的威胁 不是因为越高越好 因为还要跟我们的 本土猪的做比对的 就是说这些疫苗 哪来还要跟我们本土的 发生的病毒猪做配对 台湾想成为口蹄疫非疫区 提升整体畜牧业竞争力 农委会表示还得花三年以上 根除口蹄疫 加上美猪进口的压力 猪农战时恐怕得面临 内外夹工的处境 雨伦TV陈玉冰陈亚瑜台北报道